今日 孙耀威 魏蓝 李志廷 欧阳靖 陈伯宇 冯熙玉及陈焕仁等人出席在香港电台举办的第2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颁奖礼 现场各路明星纷纷登场 展示自己的不俗实力 我作为一个fansy 真是很伤心 起码他还有这么多作品留带 Taylor Swift得奖 被看一场有支枚 2009年香港新生代型男帅哥李志廷天生一副具有雌性穿透力好嗓子 他表示明天会去到宏馆出席青海玉树振灾筹款活动 担任表演嘉宾 他本身意会身体力行先行捐款振灾 早前他与魏蓝及Janice Mann合演的新系《为你钟情》 在最近已做配音工作 代表是该片化将在暑假推出 我们之前去年就合作了一部电影叫《为你钟情》 现在Janice已经开始配音 就忙着这个后期的工作 希望可以尽快再带一幕大家可以看到 孙耀薇对于清零现场显得很是兴奋 虽然只是颁奖 因为Eric可以颁奖给自己的偶像 香港演艺人协会发起的演艺界情戏玉树关爱行动抽款晚会 定于26日在宏馆举行 不巧的是孙耀薇当日已有工作安排 但他表示只要自己一完成工作就赶回香港 希望可以赶得及也献上一份力 今天很开心来到这个颁奖典礼 因为今天这个颁奖典礼比较不一样 是为了很多海外的歌手 就是香港以外的地区的歌手 然后他们的全年的一个唱片的颁奖典礼 明天有那个大会演 但是我自己因为要在内地工作 我明天要去深圳那边一个工作 所以要到很晚才能回到香港 但是我结束之后 如果他没结束之后我会赶去 但是希望能够赶得及这样多都 那么多 而且能够赶得及其他都是 那么多的时候